今天要長話短說 因為我有一個朋友要回到自己的國家 女性朋友是特別難有一個好的友誼 但我和她是很多年的朋友 所以她現在離開我也不捨不得 待會就趕著出去跟她說再見 所以今天要長話短說 訂閱音樂碼房 訂閱音樂碼房的YouTube Channel 和Facebook專頁 喜歡影片和留言和分享給朋友觀看 剛剛過了昨天 我在北角的永聖兵室 其實是比較近泡台山 跟觀眾一起看了兩場賽事 都很好看 第一場是伊朗對威爾斯 其實場內大部份人都在說 威爾斯應該是比較上盤 有機會比較多 但你問我呢 其實這兩隊我都沒有特別喜歡哪一隊 我覺得雖然不太誤會 但是距離很大我也不知道 所以我選了下半 我選了支持伊朗 想不到好看 伊朗就打了一個隊形出來 組織都不散 還要在加時再加時的階段 進了兩隊 非常振奮人心 更加開心 當然是約隊贏球 即是下盤贏球 是憤奈興奮 好像買馬一樣 如果是爆冷場次都特別開心 之後那一場就是東道主卡塔爾 對蔡麗嘉義 這場原本想著應該有點蒙滿 因為始終好像有點實力點壓的感覺 所以最初 在最初一半場 就入了一球 蔡麗嘉義 他們也開始放軟手腳 第二 下半場一開始又入了一顆 當然又更加放軟手腳 但是呢 後面好看 然後被人入了一顆 之後呢 東道主卡塔爾 又開始做一些事情 他們開始有攻勢 而且好像 蔡麗嘉義被人按著打 估計也猜不到 我想足球好看的地方就是這裡 雖然輸 但是至少入了一顆 世界排名四 多有機會在世界杯入了一顆 我想都此生無憾 不知道是不是在這個休息室 被教練說 喂 是時候的了 因為這場輸了 就輸了 就輸了 入一顆 這輩子就做了國家英雄 不知道是不是這樣 接下來 星期一會繼續去永勝冰室 我覺得兩場應該挺好看的 第一場就是蔡爾維亞對赫麥龍 香港其實也有些外援的足球員 是赫麥龍或者是蔡爾維亞 我想這兩個地方的比賽應該 五球應該挺好看的 接著就是南行對加納 上一場的南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覺得是好看的 你不要理會她能否入球 但是全場緊迫 所以 氣氛是很熱烈的 加上她始終是亞洲隊 在香港也有很多擁擠 之前去看的時候 整條街都是以牛吞吞 叫出來的 而且她們都很勇猛 所以我覺得是好看的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這個 拋台山的圖住站 永勝冰室那裡 看到大家一起看球 好了 今天也是那句 長話短說 立刻跟大家說明 今天我選了 其實明天有很多 叫做高班的賽事 但我喜歡選五班賽事 跟大家聊聊 哪一隻是我的心水 我最喜歡的那隻 就是4號的添油運 這隻馬我先說她的缺點 她的缺點就是 她今季初出 而且她還未熱身 而且她的排檔外 比較外 排在11檔 但她有幾個好處 我覺得這隻馬是 我這一場中最喜歡的 那是什麼呢 第一 她雖然是今季初出 7月到現在有4個月 中間就試了3個集 3個集裡面有2個集 我覺得是幾 remarkable 幾好幾好的 即是 不是只是OK 是算是幾好的 這是第一件事 起碼我覺得為這隻馬有狀態 然後第二個點就是 這隻馬其實五班重磅都贏過了 有證明 即是不像一般 例如有時有些五班馬你都知道 它落到去可能要很輕磅 很低分才有機會 它不是的 它是五班重磅已經證明過了 而且它在四班雖然沒有贏過 但是是有近過的 有近過的 有跑過第三的 然後呢 上一仗 即是7月的時候 它落到五班的時候 它怎麼輸的呢 其實它用了一個比較 對這隻馬來說 比較斬身的跑法 就是放頭 它那時跑了四班 但是一出來就放了頭 但是這隻馬一般的跑法 它都不是放頭 不知道是不是這隻馬 那時比較行 那一出來就彈了出來 不知道是不是這個原因 總之直路就墮退 也沒有以為計 但是這次它就排了外檔 有好有不好 當然外檔就比較難走 即是它就不太好 比較難拿到更加有利的位置 但是呢 也都避免了這隻馬 可能會避免了這隻馬 即是自己這樣衝去前面放頭 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 都是一件好事 那如果這隻馬真的行的話 其實它的檔外一點也未必是這麼吃虧的 好了 這一隻馬 比較害怕的會是潮州大興 哈哈 因為這隻馬很好笑 我剛才錄之前 我問草馬 喂 這一場我選了 你猜我選哪隻 他要我選這隻 他說 你一定是選潮州大媽 我不是 不是 我選添友運 但是潮州大媽 不是 要偷太興 也是一隻很健身的馬 今季已經贏了一次 然後再速也是有個場地 跑第二的 就輸給影疾 影疾彈掉的 然後現在又再跑 看到它的狀態然在 而且它這隻真的放得比較前些 可能也是因為這樣 它會有些機會入三格 但是我覺得五班馬 不一定每次都這麼正路 我覺得五班馬 兩樣東西 最重要就是它狀態好 第二樣東西就是 如果它本身有班利的 一定是有著數的 始終是五班裡面 所以我推薦一隻 嘩 現在有差不多20倍 剛才看的時候還是20倍 現在再看一次 現在再看一次 也是20倍的 4號隊友運 輪到你了 在這個賽事裡 即是第二場五班 1400米的賽事裡 你喜歡哪隻呢 在留言告訴我 有哪隻來挑戰我 好 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